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这个中式的菜系 八大菜系 你会发现 各有巧妙不同博大精神 不过很多经典菜色 往往富含着 高油高盐高纳 实际上 这个经典菜色固然美味 可是怎么样照顾到健康 怎么样用现代生活的健康饮食 跟调味的手法来处理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五位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江索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台菜小天王 魏国志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这个江医师 这个很多经典菜色 其实经典 但是容易不健康 比方说东坡肉 对不对 你看经典 出东坡流下来的肉 特别软嫩 可是吃多了 就只好挂急诊 或者有心血管疾病 实际上健康的饮食 过犹不及 对于现代人都不好 没错 其实大家 因为现在人口老化之后 健康是全世界的风潮 讲究健康的饮食 健康的生活 可是坦白讲真的 被健康饮食害死的人 还真不少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一听到某个东西很健康 他就很专心 一致的一直吃那个东西 对 考虑 没有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没有人可以只吃一样东西 活下去的 你知道吗 更不要讲说 很多健康饮食 其实存在着相当的风险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你们女生 就都认为 身在沙拉很安全 很健康 很养颜美容 什么东西来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 直接吃身在沙拉 有些人要打精力汤 把菜放进去 然后打在精力汤来喝 什么绿色的拿铁 对不对 而且生肌饮食的人 都说那个酵素 或者维他命C 经过高温烹调 会准失掉 对 所以他就吃这种 生的东西 可是你如果看 高雄龙总发表的研究 他们广东 住血腺脑末炎 的病人一半 接近一半的病人 是吃这些 包括生肌饮食 身在沙拉所造成的 尤其是有机素材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 有机蔬菜很健康 对不对 讲究健康的人 就会买有机蔬菜 可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 有机蔬菜它没有喷药 那就跑不了 被蝸牛爬来爬去 对 蝸牛的那个爬过去 像鼻涕状那个东西 你如果想 拿个放大镜去看 里面全部都是软 寄生虫的蛋 那因为它黏黏的 所以不好洗 对 所以你生吃这个生菜 其实有很高的机会 事实上得到这个很可怕的广东 助学现种 脑炎脑膜炎 主要问题是可能清洗不干净 不容易清洗 因为光临跑过去是黏黏的 你看过那个你洗过你就知道 很不容易洗 那也有人 就是说像怀孕的人 他觉得说 吃素比较健康 对 那就拼命 努力的一直吃素 可是他们想过一个问题 你拼命吃素 营养的蛋白质来源就会不够 油的来源也不够 那对于一个小朋友 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讲 你蛋白质跟油来源都不够 他大脑怎么发育 他的肌肉 他的内脏怎么发育 这都会出问题的 那我看过一个我自己的病人 他长期在门门追踪 就是第三期的肾后能不全 本来也都没什么事 追踪大概五六年 就停在那儿 不然病了 不然不过后 就停在那边 结果好死不死他有一个朋友 突然间心肌梗在挂掉 你知道吗 那一群同学就在疯传说 那就要每天一把坚果 一天每天都要吃坚果 他给我毛起来吃坚果 结果你知道吗 坚果里面其实 对于肾上科的病人 它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肾上不好之后 它排不出零 偏偏坚果的零是很高的 结果他吃坚果吃到多凶悍 你知道吗 他吃坚果吃到后来 突然间那个脚黑掉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结果含的零 会造成血管的钙化 那我们也知道 观众动脉血管钙化 就会心肌梗涩 周边的血管钙化 血就过不去 塞住塞住脚整个就黑掉 后来为了这个事情 还把脚锯掉一只 这个就是盲目的 偏坦的 偏颇的一直吃某一种食物 所造成伤害 我相信如果当初 他那个真的照大家的意见 说一天只吃一把 也不只一把脚锯掉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健康饮食 大家还要注意他的用法 而不是盲目的 越大量越多越好 而且每个人体质跟身体的状况 这个需求跟状况不一样 那问一下周太医 还有一些人口味变重 就要小心了 他是不是身体出现毛病 对你喜欢吃什么跟口味变了什么 其实跟我们的感觉受气 和其实我们的舌头上 有一万个味蕾 他味蕾神经 他控制我们五种像 酸苦甘辛咸的 口味不同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这个生病呢 他是口淡无味 他口中淡到没有味道 没有食欲的时候 我们要吃什么 好比说我们在中医也说 胃以习者为补 就是说你胃在不好的时候 或者胃习喜欢什么 他这个东西就是补药 我们来举个例子 其实像在德州的 有个医学院 他做了30年的追踪 就是人类环境与食物的调查 在西医的发现说 为什么有些人 他开始喜欢吃苹果 因为苹果里面 有些特殊的抗坏血酸 因为他心脏出问题 他开始喜欢吃苹果 为什么这个人喜欢吃柠檬 因为他的肝胆 胆汁疏泄有问题 他需要柠檬去帮他 去疏泄这些脂肪酸 所以有些时候 你会在家里跟阿嬷说 阿嬷阿嬷 你不要再吃咸菜好不好 不然就来这边说 跟医生抱怨说 医生你知道吗 我阿嬷一天早吃咸菜 他不是爱吃咸菜 他口味为什么变了 因为他要靠咸菜 来吃多一点饭 刺激味觉 因为他活下去 所以他不是说 他喜欢吃咸菜伤肾 我们不让他吃 我们要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去调整他身体 回到正常机能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酸苦甘心咸 就跟中医比较有关系了 所以中医归纳出来说 不只是像我们刚才说 苹果柠檬抗坏血酸 我们发现说 喜欢吃酸的人 他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的肝胆出现 输泄的问题了 但喜欢吃苦的人 他就是苦味的话 他是心血管 心脏有出问题 他愿意喜欢吃苦 但喜欢吃干的甜味 是他脾胃出现问题 他需要放松一下 肠味道的消化 可喜欢吃辣的人 他因为他的肺气 无法输泄 心肺功能 肺活量不好 他需要用一些比较胡椒 辣椒去刺激 他的循环变好 那喜欢吃咸的人 因为他本身盐味不够 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可是这东西是一个通论 我们现在发现更严重的是 他突然 就是他是 比方说今天开始 他突然改变了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有病人 他本来是大鱼大肉 无肉不欢 吃非常的昏 他最近开始吃素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肠胃出现问题 他对肉类无法缓解了 无法去消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胃癌第四期 引发肺癌 就是肺部的转移 因为他胃没有办法 去对肉类去代谢 所以我们不要称赞说 你最近佛心很重 喜欢吃一些素的 其实他消化不了 他本身天然的反应 那甚至我们有个病人 他是开始 他的个性性格大变 他开始对很多东西 个性非常古怪 脾气暴躁的要命 而且他不抽烟 不喝酒 他非常的吃 一些非常重口味 吃非常咸 他本来是吃清淡 每人看养生节目 吃清淡 他变成吃得很咸 后来我们才发现 他性格大变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肾癌 肾癌第四期 他的肾癌跑到 他脑细胞已经有转移 甚至肾癌合并 骨癌跟脑部转移 所以其实在口味的 突然转变 才是中医比较在意的 而不是你长期喜欢 或不喜欢吃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阿方老师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经典菜 今天要分享的是 蚂蚁上述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高纤版的蚂蚁上述 先讲蚂蚁上述 应该是在川菜里面 在家庭里面 最容易落实的 那其实分析一下 它的口味跟川菜里面 还有另外一道 大家很熟悉 叫做鱼香茄子 两道菜用的都是什么 就是四川煮豆瓣鱼的风味 然后一个来煮茄子 一个来炒冬粉 然后上面有绞肉的碎粒 说蚂蚁上述 那我今天就是用 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蚂蚁上述 跟鱼香茄子 把它的缺点拿掉 比如说我们说 鱼香茄子多半会去炸 对 那我们在家其实你可以用水蒸法 那这个季节我没有用茄子 我刚好用这个中式的 这个娃娃菜 娃娃菜有两种 一种是那个大白菜 那个小颗版的那种娃娃菜 那这个呢 是一个报纸芥菜 通常在这个初春 就是尾东还有初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 它其实是割菜 对 但是它会有报纸的现象 那通常这里面的节地组织 会很嫩 回到家你就可以一颗一颗 把它削下来 但是呢 在里面的这个皮 就是在柱皮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比较厚 那所以妈妈呢 你可能要把它 不要说把它丢掉浪费掉 就是把它削下来 就是把那个比较粗的那个皮 把它切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改掏 把它切块 一样可以煮掉它 而且这个季节的这种 好像通常都种在 比较高山的娃娃菜 对 它实际上非常清甜 非常好吃 这两年台湾就其实 种得很好很多 那每到那个过农历年 那段时间就开始上市 一直到清明前 你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好 然后呢 今天我这个做法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茄子 也可以这么做 然后我藉由水蒸 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先放一点点的油 好 很少量的一点点的油 我们一大碗的娃娃菜 这个直接放到锅里头 然后呢 放少量的烹调用的油 再加一点水 再加一点点的水 所以有点油水蒸它 对 然后如果你今天这里面 你要搭配的 来让我们的蚂蚁上述 是比较高签的 那因为今天这个娃娃菜 它是绿色的 我现在没有开火的状态下 我就是借由水油的概念 把它附着 每一个通通都沾上了 有油跟水的一个概念 就让它周围都裹上了油水 那现在就要来开火 有一点点蒸煮它 对 这一个娃娃菜 这种蒸煮的手法 大概这个蒸汽上来之后 要蒸多久 在三分钟 两分钟到三分钟 这么快 对 它就透了 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旁边一锅 就来炒这个鱼香酱 做这个蚂蚁上述 今天有黑木耳 一样把它切小丁 那今天这个是 山药丁 传统的白山药 对 如果你做鱼香的话 有时候你要很多的 要勾淀粉 对 那我觉得在台湾 山药这两年种得很好 对 你就把它切成小碎米的质感 那煮了之后 你的羹汤它会有浓滑的状态 然后待会吃它又有不同的口感 口感 对 那调味料其实因为是蚂蚁上述 所以豆瓣酱跟酱油是免不了的 对 那另外还准备的是这一个香料 是 花椒粉 好 然后热锅冷油 我就开始起爆我们的姜跟蒜 不用说油一定要到 非得要热的冒烟 这样它的那个香度会不够 那有的人 师傅讲究在餐厅会用花椒粒 在这里面去兜炒 那我觉得在家里面 花椒粉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一个姜末跟蒜末炒香之后 绞肉就可以下去 你吃太多的盐 还有可能会变笨 我可以辣 可以腥味多 刺激我的味觉 但是我没有加很咸 你这个国家门口里面 吃盐巴越多的人 这个国家血压就平均就越高 你只要血压越高 胜胎就坏得越快 姜末跟蒜末炒香之后 绞肉就可以下去 绞肉炒 它同时请教一下魏医师 这个国人基本上 非常缺乏膳食纤维 所以这个长期的饮食习惯下来 三高或者心血管疾病 你们临床上也看了很多 所以为什么阿方老师 在经典的菜色里头 想要补充膳食纤维 没错 你平常饮食 你不加膳食纤维 那都吃什么 其实就是高油高盐的食物 那这些同时就造成了很多的风险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血管 其实就像水管一样 你用久了之后 一定会常用纳垢 那你如果平时没有注意你的饮食 尤其像这种高油的食物 吃得多之后 其实会常常在我们的血管壁 造成我们所谓的动脉音化 那一旦动脉它 你想这些油是在你全身跑的 所以它影响是你全身的大小血管 所以其实一个高血脂 一个动脉音化 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疾病 那我就举一个 我在急诊室遇到的例子 他是一个70多岁的 退休的一个先生 那他当时来急诊的时候 是因为在家里胸痛貌能 家人紧急叫119送医 在途中其实就CPR了 他已经没有生命真相 那来的时候 他运气很好 他是可以电击的 我们帮他做了电击 急救之后恢复血压不是很好 所以装了液克膜之后 去做新导管 那其实在这个急救过程中 他儿子就讲了一句话 他自找的 我们就想说 这个新导管 其实是一个突发的状况 怎么会叫做他自找的 一查病才发现 这是他第三次 他中间其实已经急救过两次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又恢复生命真相 真的是命很大 那我问他说 他爸爸以前 他也不知道生前 因为还活着 他爸爸有一个经典名字 他是说食射性也 他说我吃如果不重口味 他觉得他活着没有意义 所以其实他就是不忌口 他的饮食里面就是没有纤维 结果他其实就这样子 急救过了三次 有谁这么命大能够 进出击的是三次还活着的 所以他的心肌梗塞跟心血管的毛病 都是吃出完的 绝对有关系 那同一时间 我们阿芳老师角落也吵香了 对 那我觉得说 膳食纤维是在我们这个节目 一直在传递的一个讯息 就是现代族群 你普遍去分析 我们的膳食纤维都吃太少 然后再来就是有膳食纤维 可能也健康的观念 你过度清淡的烹调 你吃不住 对 然后我觉得说香气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讲 川菜这些经典菜 它除了口味之外 很重要的是它很善用这些香料 所以连豆瓣酱 好像我们觉得是它的风味 可是事实上你不需要用到很多 你是要去把它的香味给炒出来 对才是最重点 所以现在下去的是豆瓣酱 我现在豆瓣酱 它因为它是腌制的 所以对 然后来 山药粒 好 我把它切成像骰子丁一样 然后木耳 木耳丁 木耳碎 好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同时对齐的 就是我们旁边这一锅的娃娃菜 感觉已经蒸熟了 它已经蒸熟了 我们看一下 好翠绿 好漂亮 它蒸熟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啊 对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接下来 香味已经干炒 没有遇到水 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个豆瓣酱的香味炒出来 至于比较容易焦化的酱油 稍微一触锅 一点点的香味它就出来了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好 我们的娃娃菜 这里面 除了它自己煮熟的口感 还有它的汤水都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用刚刚的 蚂蚁上述的这个煮材料 对 然后来这个 裹上炒上我们娃娃菜 对 然后我不先下水的原因是 我要藉由把菜里面煮的这个水 也通通都利用进来 对 好 然后刚好 现在再重新下水 可以打平 现在好香喔 超香的 所以水的这个分量要下到打平的状态 打平 刚好腌平 然后让它整个娃娃菜在这个汤水里面 稍微微吸收一下它的滋味 然后调味 不放味精 只要一点点的糖来平衡那个豆瓣酱 的咸 对 这样子就好了 少量的糖 然后再来准备一双筷子 好 我们蚂蚁上树最后的精华 还有这个冬粉 对 那冬粉要事先泡吗 要 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冬粉我不泡热水 我习惯的是泡冷水 泡多久 泡到它软 然后再来让它离水 离水就是你不要拖着带一把的清水进来 是它会持水 就是它现在好像回到橡皮筋的感觉 好 那现在就可以 泡软大概冷水泡多久 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到这个状态 但是让它离水让它稍微沥干 对 然后现在入锅子内就会把刚刚整锅的这个汤汁通通吸饱 对 然后这样子它就可以形成不会太过于软烂 然后会变成比较弹牙的那个状态跟质感 其实这个也可以当做主食 是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葱花 好香喔 香油 一勺许的香油 再来花椒粉 花椒粉最后再撒一点 对 然后拌匀 你可以看到刚好打平 然后现在这个粉丝就要帮我们把所有的汤水 那你变成吃汤水的时候 还有一个可以平衡那个比较咸口味的这个娃娃菜顶住 然后越吃越甜 好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喔 特别要非常赞扬阿芳老师的做法 是我们都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家常料理一定要吃 或吃了没有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的味觉和神经是可以被骗到的 我们其实在阿芳老师学到了 就是我可以辣可以腥味多 因为我从菜里面的香味去刺激我的味觉 但是我没有加很咸 台湾人都太常吃又辣又咸的东西去刺激味觉 但是咸有不好吗 咸是OK的 因为你看我们里面氯化钠也好 微量的矿物质 我们是需要咸的 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生理剂是需要盐分的 所以对盐分不要太过多的限制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吃了就算吞了一个盐水 你放心 油剂它大量有两颗 它可以帮你把你的盐分从尿液 今天浓度比较高排掉 你吃了一个盐分少 它尿液就比较淡 也可以排掉 所以不要去排斥盐分 只是说过多的盐分 因为台湾人 像我小时候是随时都拿着一个盐罐子 我的三餐桌上 大家都吃完 我的盐罐子是放在我前面 我会自己去加我自己的血 真的假的 我真的从小吃过血 但是目前来说有清淡很多 没有这样做 吃太咸还是有问题的 包括又变笨的问题 大家我跟大家解释 难怪笨笨的这样 就是吃太咸它会影响皮肤变化 容易长斑跟皱纹 这个真的很可怕 这么严重 真的 我跟你说 你要记得我们的皮肤变化是 你吃盐入肾会从哪里过来 从太阳穴这边 你连一个连线到鼻孔 这地方一个线 你这里会有两块搬出来 这地方会黑黑的 所以你看很多男生 这里会两块黑黑的 他一定是第一个 肾性病变肾炎 或是糖尿病的患者 他会这边嗷嗷的两个焦黑 因为它本身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循环代谢 那如果说你是女生 你说我没有黑 我长得蛮白的 可是我斑很多 因为你吃得很咸 然后呢 你加上你胆固醇 油脂量很多 甜点很多 你的雀斑跟黄鹤斑也会很多出来 那你说没关系 现在医美很非常的发达 我用医美打就好了 可是什么东西不能打 头发不能打 你看那个穷瑶的偶像剧也好 或那个陆剧韩剧也好 你总不会看到周伟伦在那边飘飘飘 因为老人家的头发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弹性 因为你吃太多盐分之后 头发没有厚度和弹性 不能飘 一定是小女生 小女生她在海滩上奔跑的时候 她的头发厚度够 弹性够 她会飘来飘去 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那如果你吃过咸的老化的人 他比较容易头发会掉落 落发很重 发质会枯簧 甚至吃过咸的话 在眼睛下面 或是脸会长长的浮肿起来 而且根据现在的一个报道 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你吃太多的盐 还有可能会变笨 因为它本身来说 会让脑部的循环变比较慢 会变得比较笨一点 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而且江医师 吃长期的重口味 要小心进入喜剩人生 没错 因为其实 我有一个病人 他本来是 大概胜衰竭大概三四起 那就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很好心说 他们自己做的XO酱很好吃 上一三罐 这个病人本来就比较喜欢吃 像这种酱料的东西 他一周之内把那三罐XO酱都剋掉 你知道吗 有厚 结果呢 就被拖来急诊师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突然间意识就模糊 已经胜衰竭的人了 还会一周之内磕三罐XO酱 那真的自己找死 对啊 结果你知道来量了血压 上面240 下面量到160 160是你们的高血压 对啊 它是它的低血压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叫高血压为相 就是因为高血压 冲击到脑袋 所以它人一事不清 那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不马上处理 事实上是病人有可能会死掉的 那更不要讲说 缓慢的这个吃盐巴吃多 会有什么影响 以前的世界肾上医学会的理事长 他是一个日本的教授 他有一次我们办 亚太圣战医学会他来演讲 那他就提到他自己的一个研究 他做了一个人孔学的研究 人孔学研究什么 研究每一个国家平均吃盐的量 然后他看每一个国家的人 平均血压多少 他发现这两个是正相关 比如你这个国家 人口里面吃盐巴越多的人 这个国家血压就平均就越高 好 那你会说血压高 So what 好 我跟你讲 圣战区所有研究 都跟你讲同一个问题 我不管你是什么肾脏病 你只要血压越高 肾脏就坏得越快 没变得死 其实有一些食品本身不容易储存 尤其是你有一个慢性肝炎的病人来说 这个东西是造成肝癌的很大的原因 胆固醇本身好像不太会伤害我们血管 可是氧化的胆固醇 是一个有毒的胆固醇 所以第一个 鱼肩比鱼长好太多了 血压高来自研巴的血压高 其实对肾脏症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你要知道台湾是一个 坦白讲是洗肾王国 因为目前我们不管 洗肾病人的新生率跟肾行率 就是总洗肾人口 都第一名 全部都是世界第一名 大概一年就是要400多亿来处理这一块 对 那大家也不要每次碰到这种情形 都要骂我们肾脏科 我们也是很不得已的 因为病人这个洗肾的问题 很多来自于很复杂的生活形态 就像那个吃研巴吃太多等等的问题 那你说肾脏科能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再试一下洗肾 什么叫洗肾 在洗什么 洗肾有两种跟湿湿一样 它有两种 我们先认识一个叫血液透析 一个叫腹膜透析 那不是肾脏科医师讲 这两种透析到底有什么差别 血液透析在台湾大概接近 90%的尿毒症病人 是靠这个方法来做洗肾的 那它的特点就是从手上 或脚上的血管把血抽出来 从静脉还是动脉 我们做了一个动静脉吻合素 所以它也不是动脉也不是静脉 它叫楼管 它这个漏管把血抽出来之后 到我们这个人工的肾脏上面 跟这个血液中的毒素做交换 那这样子一个很高效率的治疗 一个礼拜做三次 一次要四个钟头 所以等于是抽血的逻辑 然后抽血走到人工肾脏 然后人工肾脏再去过滤一些毒素 就把毒素滤掉 那我问一下 有一阵子某大老板 他们喜欢洗血 就是没有肾脏病 但是自己跑去做血液透析 类似 因为他来洗血 有些大老板流行洗血抗老 说什么洗一洗精神较好 什么油较好 什么三酸钢油脂有没有 那就是血液透析 没错他用这个东西来洗脂肪 他把血脂洗掉 不过这个东西坦白讲在学术上是 我们圣章医学会是一律反对的 因为你要知道洗腎是有它的并发症 有它的风险的 万一你的血液有感染 万一这里有感染 万一再输进去怎么办 你不要说什么了 但就气泡跑进去人就会走掉 为什么气泡跑进去人就会走掉 会造成所谓的空气酸灾 那就是中风了 那我怎么知道我洗血的过程 有没有气泡跑进去 所以我们在洗腎机上面 会有一个气泡监测器 所以洗腎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高风险的事情 所以不太适合拿来调剂身心 你知道吗 如果洗腎可以拿来调剂身心 我就在临森北路摆一个 帮人家洗那个酒醉的人 我跟你讲 所有酒醉的人上我的洗腎机洗 绝对半个钟头就清醒了 因为酒精很好洗 酒精不止在很低 把它洗出来 那就不会有酒驾的问题 可是因为它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 好 那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是腹膜是哪里 腹膜就是靠肚子里面的一层膜来洗 我们把药水 这个蓝色的这个药水 我们把它灌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 摆四到六个钟头 那摆四个六个钟头之后 它就会透过腹膜 跟我们血中的毒素做交换 对 那等你在把这个肚子里面这个水 从黄色这个管子放出来的时候 它长得就像尿 它就整个就黄掉了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种透析 那不管哪一种透析 我先打仗 那糖尿病之后 如果演变到要洗腎 通常用腹膜透析 还是血液透析 好 糖尿病病人初步要洗腎 有几个条件判定 因为腹膜透析 它自己接管子对不对 所以如果糖尿病病人 是我们把病变眼镜瞎掉 你就不用洗腹膜透析了 对 除非你有照顾什么 没有办法接嘛 对 那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麻烦 是有些人血管 因为糖尿病是伤害血管的病 所以很多血管都坏掉了 所以它也没办法做搂管 所以它也没办法洗血液透析 它非得要洗腹膜透析 逻辑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洗腹会有两种逻辑 就是血管好的还可以血液透析 血管不好的只能覆膜透析 那问一下这个魏医师 有的时候口味刺太重 也容易伤肝嘛 对 我们讲完腹就是来说肝 那其实我们肝脏是一个解毒的器官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其实首郎其中 就是造成我们的肝无形的损伤 那当然这里要说 所有的食物都没有罪 其实有罪就是你的吃法 你没有去节制 没有去做搭配 或者是你的烹调方法 本身出了问题 或者是你同样的东西吃太多 长期累积才会造成状况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 单就一个状况去怪罪某一个食物 那这里就简单提出六大类 会伤肝的食物这样子 那第一个就是油腻的食物 那油腻的食物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分解这个脂肪之后 会在肝脏里面出出 我们所谓的三酸肝油脂 那其实九州就会造成脂肪肝的问题 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案例是 这是一个国中的弟弟 他其实有点胖胖的 那他来急诊 当时是因为肠胃炎 所以我们试度的帮他做点滴的普通输液之后 我们会因为你都上点滴 我们其实会简单做一个 简单的血液的检查 这番奇怪 他年纪这么小就肝功能异常 他也不是说到说 肝功能有衰竭的情形 他就比正常人大概就是两倍的上升这样 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那因为他来除了上肚下血以外还会肚子痛 所以其实帮他做了一个超音波 发现他怎么居然会有脂肪肝 因为我们在超音波下面 你看到那个肝脏 他会稍微变得比较亮 你会发现怎么这个年纪的弟弟 就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才问他其实从国小三年级 因为家庭的关系 他的饮食其实自己就 妈妈会给他零用钱在外面吃外食 小朋友会买什么 他就是很喜欢吃鸡排炸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从那时候就一直养成习惯 一直到他现在就是体型微胖 然后到最后居然会有这么年轻 出现脂肪肝的状况 那其实这类的状况 你只要靠减重运动 你的饮食调制 其实这个脂肪肝是会恢复的 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案子 那其他的几大类食物 例如说像我们 就是加工腌制的 对像加工的食品 它就是很多的添加剂啊 防腐剂啊等等 其实都会造成无形的肝损伤 那像我们腌制的食物也是 它会有一些亚硝酸盐 它会代表就是亚硝酸亚硝胺 也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那高糖的食品 其实我们人体在摄取过多的糖的时候 它也会转成脂肪储存 所以其实无形中 也是造成我们肝脏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国有很多人喜欢吃蜜饯 那或者是小朋友糖果 里面其实都很多的添加的色素啊 或者是一些防腐剂等等 其实对肝啊 或者是它也本身都是致癌的物质 那像烟熏啊烘烤的食物也是 它本身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 它的烟本身就是一个致癌物 再加上那个植物 它那个食物经过这样子的烹煮 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那最后所谓的霉变的食物 其实有一些食品本身不容易储存 你说像花生啊 玉米啊等等 黄麴毒素 其实也是一个致癌物质 尤其是你有一个慢性肝炎的病人来说 这个东西是造成肝炎的很大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祸虫口出病虫口入 真的饮食跟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 那接下来我们温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的经典菜色 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左中堂鸡 是的 要做这个鲜酥 大量蔬菜的 那这边我们加入一点这个调味料下来腌制一下 酱油 还有我们的这个酒 然后再来一点这个酱油酒之后呢 还准备了一颗蛋 然后一点粉 这个是什么粉 玉米粉 那我们先把这个调味料跟肉的部分 先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这边用一颗蛋 那今天这个鸡豚呢 我们选用的是四支 所以这个蛋液的部分用一整颗 全蛋把它加下来之后 让它跟我们的鸡肉的部分呢 做一个搅拌均匀 那肉质在我们的这个腌制的过程里面 让它第一个让它入味 第二个让它在我们再一会烹调的时候 表面有一点这个淀粉 还有我们的蛋液 第一个可以吃到嫩的口感 然后加点淀粉呢 也可以增加这个外皮的部分 有点酥酥的 好 那我们在锅中加一点油 所以传统的这个左中堂鸡 是先过油高温炸对不对 那师傅是要直接改用煎的吗 对 用煎的 那煎的手法呢 我们腌过的概念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肉的部分先入味 煎的概念呢 锅中加一点油 皮朝下 然后放下 把这个鸡肉放下 那我们就不要动它 好 大概过了五分钟之后再来动它 好 所以我们现在鸡块下去 那我们师傅今天是变化版的 鲜酥左中堂鸡 所以不只是吃鸡肉 师傅要搭配高鲜的蔬菜 是 我们要加大量的这个空心菜 那我们这个鸡肉放下来煎的同时 我们来调一个这个中和调味 那这边我们用一点这个番茄酱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基本的日常常常用到的番茄酱 还有我们的这个酱油 酱油 一大匙 还有我们这个蚝油 好 也一大匙 然后这个是白醋 白醋 还有我们这个酒 酒 所以白醋跟酒是1比1 然后酱油蚝油也是1比1 然后番茄酱大概是比2的比例 对 然后一点糖 这个是左中糖鸡的调味料 是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加一点的这个水 稍微加一点点的水 差不多两大匙 好 稍微让它打稀一点 对 两大匙的水 加下来之后 我们让这个糖跟我们所有的调味料做混合之后 我们加一点这个玉米粉水下来 带一点这个浓稠的芡汁 因为这个综合调味法里面下锅 这个调味料下锅的时间要很快速 所以先把调味料跟这个芡汁调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鸡 这个鸡其实鸡皮就把它煎了焦香 一定要煎到这样 恰恰 对 所以不需要一直搬它 因为你一直翻的话 它这个表皮 因为我们这个外皮要 反而不会定型 对 要达到酥脆 所以刚刚那颗蛋黄 其实它也会让你的皮上一点黄色焦色 对 然后又会有一点酱油跟酱香 是 因为我们这个左中堂鸡它的风味里面 要吃到外酥内软 我们健康版的概念就是 你看我们刚才加的油很少 皮先朝下 所以皮透过这个锅子的热度 它还会释放出一些油脂 对 这个就煎得很漂亮 对 这样吃 你一点油就可以达到这个 外酥内软的口感 所以以前这个左中堂只要打了胜脏 对 它的家族就要搭很多 吃这个雌鸡 对 好 那我们今天不用打胜脏 也可以吃左中堂鸡 我们庆祝一下收视节节高生 真的 庆祝一下 还在小天王中国制回归健康好生活 教室回归 对 他刚刚还诬赖我说主持人 有没有封杀他 并没有 对 对 帮他好久通告他都没有空 好 然后我们师傅准备了一大盆的空心菜 是 另外还要再来做水蒸煮空心菜 是 那这边我们锅中加一点油 好 那这个蔬菜的炒法 我们用这个非常好的铸铁锅 那锅中加一点油 好 然后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 那这个炒蔬菜的时候 一般我们要先加水 对 好 先让这个水下去 让温度起来 对 然后我们的空心菜再下锅 所以你先加油水 对 一点油 水滚下来之后 我们再把空心菜加下 因为菜一下去 它锅内的温度就下降了 对 那你要先让水的温度上来 先拉高 对 好 那我们这个盖上锅盖 那现在维持小火来蒸煮它就好了 对 就大火 好 大火下来的时候 让它冒烟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 冒烟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开开 你看整个很清脆 这个空心菜就很翠绿漂亮 对 其实刚刚那个娃娃菜 也是翠绿漂亮 对 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所以菜色其实是可以做得很漂亮 对 我们搅拌一下 快速搅拌一下 让这个蔬菜跟我们的油脂跟盐 混合这样就可以了 哇 你看 所以我们这个是铺底的蔬菜 对 大量的蔬菜 那这个蔬菜的部分 让它吃比较清脆的 对 好 那这个是铺盘底的青菜 同一时间我们的鸡块好像也差不多好了 鸡煎到这个两面上色这样子 好 我们把它取出 我们要先把所有的鸡肉取出来 对 先取出 然后要另外再烹调酱汁这样子 好 那利用锅中这一点油就可以了 我们来爆香这个姜末 好 那左中堂的这个胃形里面 是不加这个蒜头的 所以我们用一点姜末下来爆香 湖南人不吃蒜头吗 还有葱白 好 吃蒜头 但是我们这个左中堂鸡是 它当时刚好没有蒜头 所以我们加了葱 对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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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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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辣椒依照个人喜好 现在这个辣椒里面 我们全部把它纸去除掉 好 那就不会辣 如果想吃辣的话 就是让它有带纸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辛香料 稍微爆一下 好 把这个香味 煸出来 让这个葱白 还有我们的姜末 爆到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调味料加下 好 刚刚调好的这个调味汁 就整个这个均匀的入锅 是 好 加下 加下之后 因为上面有淀粉 所以很快就会拟解 所以它会浓稠 对 把鸡块再下去 鸡肉加下 然后再快速地 让它裹上所有的酱汁 对 就巴覆起来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因为菜这样子 其实比水煮蔬菜还健康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健康的风潮 很多人都只敢吃水煮的蔬菜 清蒸的蔬菜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2018年年初 刚好有人做了一个研究 它证实一点 你如果只是水煮 清蒸 你完全没有像这个 这个里面有油的话 蔬菜里面最重要的营养素 像维生素E两种出不来 叶黄素也看不到 维生素K也看不到 一堆东西都看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你吃了青菜 你到底在吃什么 你的青菜最主要的养分八种 它算了八种 通通看不到 除非你加足够的油 那我们把青菜跟鸡肉在一起煮 它就会赋予它足够的油 那温师傅当然要加一点点油 那这样总和起来的油 其实不但比较好吃 而且会促进你 蔬菜里面养分的吸收 那这个江医师 油炸的食材 吃多了好像既容易伤肝伤肾 也容易伤心 所以师傅特别把这个传统的 左中长肌的做法改用煎的 没错 其实油炸的温度 比煎的温度高很多 油炸油锅 谁面都上200多度 那煎大概是150-60度 就可以了 那油炸有什么缺点 你知道吗 讲两个 第一个我们也发现高温处理油的时候 会导致于胆固醇的氧化 那后来现在研究就发现说 胆固醇本身好像不太会伤害我们血管 可是氧化的胆固醇 是一个有毒的胆固醇 所以第一个油煎 比油炸好太多了 那第二个问题是 有人实际上去看 这个炸本身 会不会真的对病人造成伤害 那后来这篇研究发表在 美国肾脏医学会官方杂志 AJKT上面 他研究什么呢 他早上建议3900 建议4000个慢性肾病变的病人 长期追了6年 然后看这些人后来怎么样 他发现说 所以显然说这个饮食形态 不是说只有说造成你高血压 造成你血脂够高 它基本上已经影响到死亡率 你要知道医学研究影响到死亡率的 都是重要的事情 都是所谓的硬数据 这硬数据就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什么生活形态来调整 你看到硬数据的结果 你就要尽量遵从他的研究结论 所以有病的病人更要避免使用这种油炸的方式来作为日常生活饮食的方式 那油炸的东西吃多的也容易伤心脏跟心血管 没错 我们说胆固醇变高 然后胆固醇被油炸的时候就变成氧化胆固醇 那这个氧化胆固醇我们发现它被血管有毒 那血管内皮受到伤害之后血管会越来越窄 那血管窄了之后心脏得不到血流供应 它就渐渐没有力气 它会引起一个病叫什么叫心衰竭 心衰竭是怎么衰竭 好 心衰竭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脏 这个帮普没有力气 它血打不出去 血打不出去的结果 我第一个看到的结果就是脚盘 小腿肿起来 因为它打不出去所以赶不回去 第二个 那严重的病人甚至于他连肺都会肿起来 其实心衰竭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少见 它是65岁以上的人 最常见的住院原因之一 它这个病其实是很可怕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一旦搞到心衰竭 病人的生活品质很糟糕 心衰竭分为四级 最后一级是 坐着都在喘 坐在那边在喘 喘成这样 那第三级是什么 就是稍微运动一下 会喘 那第二级是什么 就是要剧烈运动才会喘 你要知道你如果一旦进展到 坐在那边就喘 其实病人的寿命会缩得很短 很容易因为肺水肿然后直接致命的原因 那研究也跟你讲说你的凡事会伤害血管的东西都会增加心衰竭的几率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看过我们节目真的用油锅炸吗 基本上我上这个节目我还没看过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节目的一个忠实的本质 就是说你不要教观众为了美食 那用很多不好的方式去喷调好的食物 把好的食物变成对人体有害的食物 那这个周医师也要分享一个这个去有解腻的养生茶 对在分享和介绍这个茶饮 我觉得很压抑是温国志用了一个温师傅用了一个湖南菜 我以为是又酸又甜又辣 可是他用视觉性的一个红色的和一个空心菜 蜗菜的一个甜度和鸡肉的一个鲜度 去把一个香菜做个非常特别的事 减低对味蕾的刺激 那我提出两个理论是 为什么我们要找回味蕾而不要是重口味的呢 我们一直发现说原来肥胖患者为什么吃的很重咸 因为肥胖患者加三高 他会去降低他味蕾的敏感度 所以你是越胖吃的越咸越重口味 可当你减肥成功之后 其实你的口味是变清淡的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是2017年最重要一篇论文 他有特别提到说 事实上我们都一直觉得吃盐的东西我们是伤肾的 事实上不是的 吃盐的东西我们刚才讲过 肾脏会帮你去排掉 事实上吃盐的东西 它本身不只是伤肾而已 它是伤全身 因为吃盐的人 它的胃口会变大 所以并不是它只伤肾 它是伤全身的内脏器官 所以为了呼应温国志 强势回归健康好生活 我就设计了一个叫五味消肌 找回童真味蕾茶给大家 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像蒲公英 蒲公英就是上面还有白色的花 有蒲公英 然后还有像金银花 这个清热解毒东西去刺激 一个我们的肠胃代谢 这下干草跟青皮 麦门东各五克 这五味东西放在一起 是对肠胃去做舒缓 而且提高我们对水分 还有纳力的代谢 那顺便呼应一下刚才 他用的这个 那个茶什么时候喝 饭后喝吗 饭后喝的话会去消除脏气 还有消化不良 但是饭前喝本身是 有一点类似洗味蕾 让你在每一餐 每一餐中间去洗 或每一道菜的时候 你会让你的味蕾 回到纯真味蕾 那么油腻的 是因为有甘草 所以它回甘 是的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玲 从今天的节目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台湾是一个美食王国 不过你还是要注意 像构成美食的酱药 你不要过度的食用 炸的方法 这些比较不健康的方式 不要常常食用 早餐你可能需要足够的蛋白质 足够的脂肪 甚至Omega 3 然后你的三餐 不要拖太后面 因为后来发现说 你把三餐都拖后面 越拖会越胖 尤其是绝对不能把早餐不吃 然后建议大家多吃原型的食物 因为加工品 其实带来很多很多的风险 然后记得要分散 因为每一种食物里面 还有养分是有限的 你一天需要吃养分很多种 你如果每次只吃一种 它是再好的现单 你吃到后来也是会中毒 所以大家要均匀 广泛的吃各种不同的食物 五言六正的食物 这样就可以维持大家的健康 好 谢谢江医师的丁宁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我们的食谱健康的资讯 节目的预告 也会放在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